今天呢,蓝妹儿给大家带来了一道东北菜 看到这些,你猜得出是什么菜吗? 我们先把沙干从猪网油上摘下来 有些地方呢,也将沙干叫连体,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把这个网油熬一下,用这个油配面条吃,真的就太香了 将沙干切成片状,稍微厚一点 这个你应该熟悉吧,小时候最爱吃的油渣,就是用它炸出来的 我们把机关油横着切开,切掉底端硬硬的部位 如果机关部位还有硬块的话,就要用手把它抠掉 据说呢,这个是淋巴肉,不能吃,看看,就是下面的那个哦 再把机关油给切成小块 撕掉猪腰子上面的薄膜 再把它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 这三种食材都出现了,这下你知道是什么菜了吧 锅内的水烧开,加一点白酒去腥 先把机关油下锅焯水 等机关油变色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沥一沥水再放入大碗当中 接下来就是先下砂肝焯水 等砂肝稍微变色之后呢,再下猪腰子焯水 等到锅内再次沸腾之后,捞出沥水装盘 锅内加一点点的底油,放入机关油 这样机关油更容易也会更快的出油 用铲子一边炒一边烘 你会发现啊,这个机关油出了很多的油 这像不像机关油自己在炸自己呢 等到机关油表面颜色发黄 就倒入沙肝和猪腰子,翻炒一会儿 随后加一点生姜片,一起炸至 炸到机关油里面的油分都出来了 淋上一点高度的白酒去腥 等水分蒸发之后,三样食材都会变得脆脆的 就都炸好了,就可以捞出装盘咯 撒上椒盐和辣椒面就可以开吃了 香酥可口 这道东北的炸三样就做好了 确实特别好吃 喜欢的朋友,你也可以赶紧试试哦